追日电器致力于利用新能源和信息化技术 打造智慧能源 绿色循环经济协同生态圈 为助力探中和和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核心业务包括新能源汽车充电及电源系统 电网电能质量优化 光伏发电 储能极多能源互补 涵盖电能全产业链 可谓全球能源 电力用户和新能源汽车提供最优化的系统解决方案 产品及服务 3月2日消息 伯格华纳宣布完成对湖北追日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虽充电及电器化业务的收购 此次收购是伯格华纳加大在华业务布局的一项重要举措 能够有效完善并支持伯格华纳在欧洲和北美的现有充电业务版图 资料显示迄今为止 追日成立的25年间 拥有一个研发中心 五大研发平台 150多个核心专利 全球建设700多个充电站 以及1600多兆瓦光伏基础能电站 凭借其优越的产品与服务 追日充电桩已遍布全球五大洲70家国家 汇集10亿人绿色出行 并为多家企业提供定制化系统解决方案 b 密集001 png 来源网络 伯格华纳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b 李萨迪表示 我们很高兴完成对湖北追日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C充电集电气化业务的收购 并期待这项收购能够为伯格华纳电气化增长战略叙事前行锦上添花 我们也非常欢迎追日电气才华横溢的中国团队加入伯格华纳 近日伯格华纳荣获两份订单 再次加速叙事前行战略发展 伯格华纳的高压电池冷却板首次获得订单 其次伯格华纳的800伏碳化硅逆变气载货战机 将为一家全球大型汽车制造商提供800伏碳化硅逆变气 据悉 伯格华纳将为一家德国大型汽车制造商在欧洲和美国的工厂 提供创新型电池冷却板 用于该汽车制造商生产下一代电动汽车 与其他解决方案相比 伯格华纳的冷却板可提供更紧凑的封装 更强的冷却能力 更低的重量 更具竞争力的成本 以及更优化的装配尺寸电 实际上执行叙事前行战略以来 伯格华纳一直加速向电气化产品扩张 收购了价值20亿美元的具有电动化核心技术的公司 现已扩张至涵盖 包括从电网到轮边 Front Grid to Wheel的产品 与此同时 目前已完成了65% 约13亿美元 伯格华纳宣布将其燃油系统和售后市场部门免税 分拆为一家独立的上市公司 菲尼 从高性能高压电机到多合一集成式电驱动模块 IDM从DRDC DC模块到400伏800伏高压C砍化硅功率电子系统 我们已收购了德国AXA电池、天津松正电机、北美Rambo充电系统 湖北之日电器预计在2023年一季度完成交割 以及瑞士Dribita空力电子解决方案提供商等 该决定能使双方都能够更好地将资源集中在各自的市场机会上 从BNS电池管理系统到成炮的动力电池帕 同时为行业打造两家领先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从高压液体加热器HVC小电池组冷却系统和高压电子风扇系统 在叙事前行战略的带领下 据透露 自公司发布叙事前行战略以来 伯格华纳已经占领市场高地 伯格华纳就朝着制定的目标前行 从在线充电器到充电庄 预计到2025年 电动汽车有机销售额与收购后所转化的电动汽车销售 相加达到设定的目标43亿美元 伯格华纳都有新订单入账 并交出令人瞩目的成绩 实现公司制定的2025年电动汽车有机销售额目标 这也标志着伯格华纳的电气化转型逐渐成熟 回顾2023年一时 即实现25亿美元电动汽车有机销售额目标 伯格华纳交出了一份满意的财报答卷 从目前拿到的30亿美元的新订单来看 2月9日 伯格华纳在总部 欧尔人和勒召开新闻发布会 我司已提前两年超额完成目标的120% 公布了伯格华纳2022年财报营收 收购价值20亿美元的 具有电动化核心技术的公司 全年销售额高达158.01亿美元 同比增长6.5% 我司在2021年推出叙事前行战略后 公司预计2023年电动化业务销售额 将增长到15亿至18亿美元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